财团法人天主教华联教区附设斯利安德启示中心 在今天举办了圣诞感恩欢聚安德创设41周年庆 以及第六届的采接见走活动 县长许正位协同了玉礼政长蔡秋龙 一起带着感恩的心陪同乡亲沿路见走采接 感谢天主和上昌庇佑 让众人能够平安度归整年 县长许正位敲响罗 神父刘一峰击鼓 2021圣诞感恩欢聚安德正式展开 充满热力的森巴谷队领军 玉礼政天主堂神父刘一峰 县长许正位及镇长蔡秋龙 贤抗力和乡亲民众 从玉礼火车站出发 见走队伍来到玉礼圆环地标 进行快闪表演 精彩的表演活动 连过路人车也都忍不住放慢速度 同乐现场热闹非凡 周末假日行程满档的县长许正位不缺席 一早八点钟就已经来到活动现场 受到乡亲民众的热烈欢迎 县长对于安德起日中心投身 为生障者给予教育培训 让弱势族群及家庭有所依规的奉献与社工 志工的努力表达最深的敬意 花莲亲政府还有我们这个镇长 也要特别感谢玉礼我们的安德指示中心 能够守护住我们花莲南区 无论身心障碍者 或者是身心障碍者的家庭陪伴他们 以及对于四十五岁以上的身心障碍者 能够给他们一个安全舒适的一个依规 的一个护理庇护所 财政法人天主教花莲郊区附设 斯利安德起日中心今天举行 二零二一圣诞感恩环局安德 创设四十一周年庆 及第六届采接见走活动 神父刘一峰也借此感恩社会各界 长期以来的支持协助 也透过圣诞节共同分享 源自天主而来的爱与平安喜乐 最重要是要重视我们在社会里面的 这些入社的团体 包括我们的两个单位 可是还有别的 我们在予力在这一方面 我们真的照顾很多很多的 我们社会需要照顾的 我们也希望他们要成为一个大家庭 所以今天也是一个很喜乐的日子 今年在疫情冲击下改变社会百工百业 相信之下社会弱势族群就更加弱势 神父刘一峰也期盼借此唤醒各界 能持续关注社会上的弱势团体 共同照顾需要帮助的人 让整个台湾共享共好 记者时预兰 预理采访报道